部落族人手勾着手面对优势 紧励要将他们拉出去 顽强抵抗 穿紫色上衣的部落女子躺在地上 坚决不走发出尖叫声 冲突过程中一名男子 铁力不知昏倒送迎急救 族人们要保护的就是后方 这一栋黑色建物 拖鞋子部落的共享空间 刚购三层楼 密闭建筑 却是盖在国有土地上 事务台上代表李金龙所有 拆除违建 我们非常的支持 可是政府的不公不义 不争担的行为 难道叫做合理吗 平等县政府决定拆除部落中 两栋超大违建后 13号居民前往县府城抗 当时教会长老卢启村 往身上零汽油点火 造成全身20%烧烫伤命危 但激烈抗议依旧没有达到目的 15号上午 虽然部落族人坐在巷子口抗议 还是不抵优势警力 上午10点钟 随着抗议居民一个个被轮番抬出 怪兽也步步进逼 终究还是朝着象征凝聚好茶村 部落精神的共享空间 查了下去 至于其他永久屋为鉴 县府表示没有影响公共安全的立即性 目前只有列管造册 记得屏东综合报导